但是我覺得王金平 你剛剛 我覺得 因為現在某報紙 某寒天報紙 剛才講過 還沒有把王金平當作敵人 所以還沒有批評他 如果王金平拿天做大了 他就會批評 那他會說 你憑什麼 說你是什麼兩岸橋樑 你又沒去過中國 你又不只是九二公司 那真正說 因為我覺得他打這個兩岸牌 其實應該不是他的強項 比他強的人太多 郭文明當裡面 朱立倫都比他強 朱立倫經過習近平 對不對 那你吳敦義更不用講 吳敦義也是兩岸牌 所以我覺得打這個牌 對他沒有怎麼加分 但是我必須想說 剛才余彥講的 其實最近這個寒天時報 其實過去都是挺柯文哲的 最近為什麼開始痛批柯文哲 剛剛講過他的風向變了 我覺得接下來他們就會全力的拱 拱這個 那個韓國瑜 那如果韓國瑜真的出來 如果到時候韓國瑜真的出來 康文哲會選嗎 會不會選總統 最近有一個消息 是有民進黨裡面有人 還沒有放棄蔡柯沛 再進行蔡柯沛的 這個 民進黨內有人 那個人到底是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層級有沒有代表性 開除了民進黨的人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個情況發生 就是說 柯文哲一直認為他一定可以當政 可是如果真的韓國瑜出來 他可能沒有機會 從所有民調之外 韓國瑜是柯文哲的 等於說是他的一個天敵 那現在如果柯文哲沒辦法選總統的話 那他到最後他變成是 讓韓國瑜當選 他變成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從綠營來講 他是一個最大的禍害 那當我們的柯文哲 他的支持者當中 也大部分是綠營的 所以有沒有這種可能 就是說蔡跟柯搭配 那當然這種就是說 用柯來吸引年輕選票 那當然蔡跟柯 那因為本來民進黨內人 對兩岸一家親是非常批評 可是現在多了一個韓國瑜 韓國瑜是比兩岸一家親 更加的 你說我農 子婦為婚 甚至他未來他到中國去訪問 他會不會講出更加貼近北京的話 那這個時候變成 柯文哲他的兩岸一家親的 那個所謂的衝擊性 或者危害性 是在下滑當中 就是說大家 就你看李登輝講了 李登輝講說他也沒承認九州共識 那這種東西會不會 會不會有沒有可能成行 就是說蔡跟柯之間 除了兩岸一家親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他們的差異也不大 所以這個東西也有可能會出現 因為柯文哲主要還是 柯文哲自己評估沒有勝算的可能 這裡可能至少有兩票就反對了 對 但會有人反對 但是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連王金平都可以納入跟蔡英文配的話 那我問你 柯文哲難道比王金平還不能配嗎 我們剛剛講我們講完 因為王金平不管是說 他是國民黨的黨員 所以他退黨 所以他退黨去跟蔡英文配 而這個東西就跳脫太大 而且我認為王金平 他如果想要當副手 他給他多... 他有講過 他說要當副手 他老早當啊 如果即便退一萬步要當副手 那他也頂多是當藍英的副手 例如說 好 朱一輪如果被提名了 他找王金平當副手 那王金平可以拿到韓國瑜的票 那至少把韓國瑜那邊的私利給拉進來 所以我或者說韓國瑜... 我判斷蔡王沛完全不可能 這個是有人... 零 零嘛 有人在推 蔡王是完全不可能 對 但蔡王是不可能 菜車是... 有人在推 但是有沒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這個表示說 現在這個瞬息萬變 因為柯文哲的動向會影響國民黨的提名 柯文哲如果一直遲遲不表態 那國民黨就算是七月份產出了候選人 那個變數還很大 那加上就是說韓國瑜這樣的一種 可以說已經是造神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國民黨 整個台灣的這個總統大選 不到最後登記的時候 那個變動都還是存在